为提升传统市场买器 华联市公所11月5号推出联合促销活动 共发出15000张的呱呱乐 保守预估这半个月来的营业额高达375万元以上 为受到疫情影响而低迷的传统市场买器加分不少 随着疫情趋缓 各项警戒措施逐步松绑 华联市公所在11月初推出了传统市场联合促销活动 民众购买的商品只要称重买一台金就可以换一张呱呱卡 而刮出的底用券可以在市场里头消费 如果刮到摩彩券就有机会可以抽中50寸电视等许多大奖 为期15天活动共发出了15000多张的呱呱卡 初估营业额超过了375万元 满金送摩彩券的部分 可以兑换摩彩券的一个活动 得到非常多市场的配合 那我们很多摊商也这样子很大力的一个协助 那这一次我们总计有15000张的一个摩彩券 那我们市场的摊商反应都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这次要谢谢我们代表会的大力支持 那全部都是用华联市公所自己的预算 来办理相关市场的活动 那我们在这次的模式里面 也得到很好的回馈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会参照这样的模式 继续来办理各项不同的一个促销性的活动 那也希望各个民众来到我们公有市场 也可以享受一些有趣的一个采买过程之外 也可以兑换一些好礼 我们希望传统市场成为大家都能够去消费 去支持的一个地方 富有人情味 我们也未来会把一些艺文的活动带到市场里面 恳起大家继续支持市场的一个行销 11月19号闭幕活动中还推出了时来运转趣味游戏 市长温家贤等人先行示范 最先把九宫格清空连线的就可以取得负赛之格 还有趁金抓梁比赛 以及大家最期待的摸彩 华联市公所 过来去蔡奇亚满金换好康的联合促销活动 为摊商提升了营业收入 也让市民朋友可以赚好康抽好奖 市长温家贤表示 未来会持续举办促销活动 让大家都喜欢来逛传统市场 在传统市场里头消费购物 介入会幻市报道